昨天正在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 分别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任防卫像高村正彦等日本官员举行了会谈 这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来再次访问日本 上午曹刚川上将在日本新任防卫像高村正彦的陪同下检阅了日本自卫队 中国国防部长最近一次访日还要追溯到1998年 因此曹刚川此行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 在抵达机场后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曹刚川也强调 中日双方进行互利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 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随后曹刚川同高村正彦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双边关系 各自防务政策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下午曹刚川还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新任外相丁村信孝 在五天的访日行程中曹刚川还将实地参观日本海上自卫队 以及陆上自卫队的设施